烤全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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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烤全羊的过程 我不知道张老师了不了解 吃过一次 吃过几次 是在内蒙出差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把整只羊架在一个架子上 然后呢 转着圈的烤 就跟过去的那种游牧民族 在野地里面勾火晚会的时候烤羊肉一样 对 一般气氛是很欢快的 但是你知道 要是大家都要吃烤全羊 要批量生产的话 一只烤全羊一般要两个人烤两到三个小时 非常的复杂 那么今天这个发明呢 就是帮助我们来烤全羊的 去了解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明 中华美食博大精深 中国人有名以师为天的说法 可见 吃在中国人的心中重要的地位 而我国地大物博 可用食材丰富 作为众多食材中的一种 羊肉在我国人民心中 有其独特的地位 其中 烤全羊 作为羊肉的一道经典菜 一直深受我国人民 尤其是北方人民的喜爱 爱吃羊肉吗 爱吃 爱吃羊肉 就是怎么做的呢 喝羊肉汤 那个就是用大葱包炒羊肉 大葱也炒羊肉 您爱吃炒羊肉吗 挺好吃的 挺爱吃炒羊肉的 一般吃羊肉都懂得吃 西湖又爱喝炒羊肉汤 对 吃过炒全羊吗 炒全羊也吃过 吃过 感觉味道怎么样 味道不错 烤全羊好吃 但是制作起来 可是相当费事的 传统的烤全羊 在制作过程中 有哪些讲究 整个的烤全羊过程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到一个餐馆的后厨 来实际观察一下 烤全羊的 整个制作流程 刘师傅 目前是一下 农家乐的烤全羊师傅 有将近十年的烤全羊经验 刘师傅的烤全羊 早已成为这里的特色菜 今天 有客人点餐 晚上八点 要吃烤全羊 刘师傅从下午四点 就开始忙碌起来 做什么准备工作啊 做什么准备工作啊 准备 无论是食材本身 还是制作工具的清洗 都是绝不能马虎的 每次烤烤前 刘师傅都会对食材 跟工具 进行仔细的清洗 清洗完成后的羊 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处理 先要去除掉 不易食用的位置 之后 还要进行 开枪等工具 以便于羊 能够顺利的 绑在烤羊架上 经过刘师傅 跟小徒弟的一番忙碌 最终 烤全羊的第一个步骤 羊肉的前期处理工作 算是完成了 在羊处理完成之后 刘师傅来到了 烤羊架旁 开始了烤全羊的 第二个步骤 生火 由于烤全羊 是把整制的羊 暴露在炭火堆上烧烤 所以 炭火在烤全羊的工具中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包括炭火的摆放位置 甚至是 使用什么样的炭 炭的大小 都会影响到 羊肉最后烤出来的品质 刘师傅 您在干嘛呢 我说生火呀 生火了 对 您怎么还亲自来生火呀 哎呀 生火很重要 直接关系到烤羊的质量 烤羊的质量有关系 有直接关系 我看咱们这用的是 这是什么炭呀 这是果木炭 果木炭 对 这用炭有什么好呀 首先 火的强度比较大 另外烤的羊的原味 它有果香的味道 有果香 对 有果香的味道 用这个果香的效果最好 炼火 生火 刘师傅都十分认真的操作 由于炭火对于烤羊最后的品质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每一次刘师傅都要亲自生火 每一会儿的功夫 炭火就生起来了 哎 刘师傅咱们这已经生好了它了是吧 嗯 还没有 哎 这不已经生好了吗 嗯 那不对 你看看这火不均匀 那我们要现在就上羊烤会有什么效果 嗯它就是呃 嗯 它就是呃 它就是呃那个 那个招之烤的羊啊 它是不均匀 它有的是火厚大 有的火小 掌握不好 那您待会还得调一调 现在第一 先把火再过一下 现在既然是把火调开了 调开了为的是烤前腿跟后腿 它的火炭的大小还不一样 冬天您要适量的放一些 这基本上这都是 可以现在羊搬好了 一会儿等一会儿都要上架 那行那咱去厨房 把羊拿过来上上架 好 现在咱们走 刘师傅跟小徒弟一起 把之前已经处理好的羊 放上烤羊架 开始了烤全羊最核心的部分 烤羊 传统烤羊架也是很有讲究的 必须要两个人同时操作 一个负责转烤羊架 另一个负责把握火候 只有这样 通过两个人的配合 才能保证烤出来的羊肉 肉质味道最佳 刘师傅 咱这就已经开始烤了是吗 是 我看您这一直在转呢 是烤的已经羊羊好几个小时 太辛苦了 这转好几个小时是不是 对 停一下不行吗 不行停一下都要烤焦了 就烤焦了 有这么厉害吗 这个 因为烫火比较硬 人工逃作 就得要仔细一点 就得不停地转动 我们看到 自从羊一上架 刘师傅就一刻不停地转动着烤羊架 据刘师傅说 课流量大的时候 一天要烤五六支烤全羊 刘师傅就要这样一直不停地旋转整整一天 一天下来 胳膊 腰 腿的辛苦 可想而知 看上去很简单的转烤羊架的工作 真的有刘师傅说的那么辛苦吗 记者也想要来尝试一下 刘师傅 我来试一下行不行啊 好 您试一下 那我来试一下 行吗 这很简单啊 这很简单啊 你看 不是的 我这不转挺好的吗 真不是的 真不是的 你看你看我师傅刚才转的时候 快快反过去反过去 怎么了 它是正转几圈反转几圈 两边它很匀的烤 有很匀的速度 你看你这个速度就不匀 那这也很简单 我正转几圈反转几圈 这也很简单啊 那也不是那样的 就是说在熟和熟之前 在一个过程当中 每个速度是不一样的 你看你转这么一会儿 明显的感觉这个颜色就不太对了 那你这说的 那我就转了这么一会儿 就不对了 还真就这么一会儿 就出问题了 真的 这东西就是 关键那么一两秒钟 就要出问题 快不让我师傅来 快来师傅 师傅快把它换下了 我怎么这么就下来了 我们看到 记者铁没一会儿 就被一旁的小徒弟给拿下来 据小徒弟说 由于烤全羊都是使用炭火源 同一点的热量极高 这就很容易造成羊肉烧焦的情况出现 所以烤羊架的转速 包括正反旋转的次数 对于最后烤出来的效果 都有极大的影响 这些都要靠老师傅 自己的经验来把握 随着烧烤时间慢慢变长 在炭火堆旁边站立这么长时间 刘师傅开始有些累了 而且 由于长时间在温度极高的 炭火堆旁工作 烟尘热气 不断地袭扰着刘师傅 我们可以想象 假如是在烤全羊需求最旺的夏天 刘师傅站在这样的炭火堆旁 烧烤一天后 会是怎样的情景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烧烤 烤全羊正式完成了 这时候 刘师傅让小徒弟帮忙操作烤羊架 刘师傅开始做最后的验收工作 刘师傅 我看您拿刀这干嘛 拿刀的我是验收一下的羊肉的生熟 就这么扎一下就行 对 扎一下就挺丑的感觉 刘师傅用刀子检查了羊的每一个部位 确保都已经熟透了 再涂上自己密制的酱料 撒上一些调料 美味的烤全羊 正式出炉了 记者跟随刘师傅一起把刚刚烤好的烤全羊端到顾客面前 我们来听一听 顾客对于这个烤全羊会有怎样的评价 大家好 这个是咱们刘师傅考了一下我的烤全羊 味道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请大伙来品尝一下 看看这个各个部位 包括羊腿啊羊排啊 那个效果怎么样 好不好 顾客们都很积极的品尝 刘师傅考出来的烤全羊 有吃羊腿的 有吃羊排的 那么大家对于刘师傅的这只烤全羊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自己感觉就是羊排是酥脆 然后那个皮呢也是特别的脆如口即花 然后羊腿那个肉啊就是特别鲜 而且呢就是真是没有那种就是塞牙呀 或者那个就是不好嚼的那个那个感觉 闷色香味都不错 起码不柴 不柴 对对不塞牙 你把吃来都塞牙 一点牙不塞 不柴不塞牙 对 然后色香味各方面看 对对对 那看起来大伙对我们刘师傅这个手艺都挺认可 顾客们纷纷表达了对于刘师傅考出来的烤全羊的赞美 都给予了烤全羊极高的评价 但是在顾客们吃着鲜美的烤全羊的时候 又有谁了解刘师傅这三个小时来的辛苦呢 难道就没有一个机器 能把像刘师傅这样的烤全羊师傅从环众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吗 刘文山 发明项目多功能炭火烤羊机 刘文山一个地道的天津人 平时就喜欢发明的他在一次旅游时的偶遇让他有了想要发明烤羊极的冲动 刘文山在年轻时期做过很长时间的家电维修的工作 并且他自己对于发明有特别浓厚的兴趣 前些年还曾经给天津的某大型酒店研发过一些空调装置 为了研发烤羊机 刘文山自己画图纸 不断的跟加工工厂的师傅交流 甚至自己亲自进行零部件的制作 经过他的一番努力 烤全羊机终于研发出来了 这就我发明的自动烤羊机 你看这是多功能烤羊架 它能大小羊都能绑 很便利 然后这是驱动 这是固定轴 然后这个是操作台 就是客人在用餐的时候可以在这上 然后这个是一个控制箱 这个管电路的 对 还有别的吗 这边 这边有一个电机箱 在这边有个电机箱 这个就整个是机器的大事结构了 对 全自动烤羊机通过电机驱动 在动上面烤羊架转动 这样把人力改为电力 大大减轻烤羊事故 繁重工作 不仅如此 通过调节正反转的次数 以及调节转速 来保证烤烤效果更加完美 一说到自己研发的烤羊机 刘文山就兴奋地说个不停 但是光他说是没有用的 到底这台机器的效果好不好 我们还是要放上羊 实际地烤一回 测试一下 走 上去把一只羊 这次我们还是请来了刘师傅跟他的徒弟 让这些烤全羊的老师傅们来实际体验一下这台烤羊机 不知道刘文山发明的这台烤羊机能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呢 我们看到这个跟传统的那个烤羊架还不一样啊 对 这个有点 有点区别 这个比之前的那个好保吗 感觉上是好了一点 他这个侧面上加了几个铁黄 以前那个是内容是没有的 他弄了这么几个小的改变 就是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复杂了 对 烤羊机的烤羊架要比传统烤羊架更密 这样就使得能够捆绑的位置更多 捆绑的效果也就更扎实 而且新型烤羊架在传统烤羊架的基础上 在两侧的位置增加了一些圆环 这样更容易挡杂 烤羊师傅也提到 相比于传统烤羊架 刘文山的这个新型烤羊架 还是有一些进步的 比如说从那点需要的感觉来说 感觉上还算是行吧 就说明他这个创新还是可以 有一点点进步 有点进步 对 经过两位烤羊师傅的一番忙碌 羊顺利的绑到了烤羊架上 老刘 现在这个羊已经放上烤羊架上面了 马上要出去烤了 心里挺紧张的 那不会 不紧张 万一鸡子烤羊架了怎么办呢 怎么可能呢 我腌制的机器 肯定没有 肯定他有信心 对这个鸡子很有信心 对 那我们来采访一下老师傅 师傅 你以前见过这样的烤羊鸡吗 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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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老刘做这个烤羊鸡这事 他能成吗 不好说 不好说 为什么呀 哎呀 凭我多年的经验 成功率不高 不高是不是 是 那您对他这个鸡子有兴趣吗 有兴趣 挺有兴趣的 有兴趣 有兴趣 那行 要不然咱们一块出去 看看他这个鸡子到底能不能成 好好好 能不能把这个羊烤好 好 那行 那咱走吧 走 好好好 好嘞 好嘞 发明人辛苦研发出来的烤羊鸡能否得到烤羊师傅的认可呢 烤羊鸡烤出来的烤羊又能否得到顾客的喜欢 敬请收看外发明 庙烤全羊 行 要不然咱们一块出去 看看他这个鸡子到底能不能成 好好好 能不能把这个羊烤好 好 那行 那咱走吧 好好好 就在刘师傅他们在后厨忙着绑羊的时候 外面的烤羊鸡已经开始生火了 原来刘文山研发的烤羊鸡尽管使用的是电力驱动 但是为了保证烧烤出来的效果原汁原味 他并没有选择使用红外线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加热 仍旧是保持了碳火烧烤 老刘啊 现在这个肉已经拿过来了 马上要上去烤了 这上去了就不能拿不下来了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咱上去 上上上 那你来操作一下吧 好 我来操作一下 开烤了 这里开烤了 对 开烤了 这个速度呢 前期可以慢一点 然后以后呢 可以快一点 这无级变速 大概快了 自动旋转 你现在就不用管它了 就可以去忙别的了 那咱先让它烤着 先烤着 看看到最后能不能烤成咱们那个想要的效果吧 没问题 烤羊鸡开始工作 刘文山研发的这台烤羊鸡到底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拭目以待 羊肉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变黄 看起来机器运行的还算顺利 看到自己的机器运行还不错 刘文山也是喜上眉梢 开始不断的跟记者说着他研发的这台机器的优点 刘文山研发的这台烤羊鸡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省人工感 只需要烤羊师傅把羊放到烤羊鸡上面 之后烤羊师傅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师傅偶尔来上上塑料 调整调整炭火就可以 不需要像以前一样 全程钉在那里 看上去刘文山研发的机器工作还不错 但是在一旁观察很久的小师傅 提出了他的观点 我感觉真的 我现在我在这两个小时来看这个烤 他在时间上跟我原来用的老式的 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 现在两个小时将近三小时时间了 这个羊基本上已经快好了 也就是说他时间上没有很多的改进 您觉得就是他跟我们传统烤的时间上还是一样的 刘文山发明的这个烤羊鸡 尽管解决了人力的问题 但是烤羊时间长的问题依然存在 刘师傅说 烤全羊时间长这事一直困扰着烤羊师傅们 辛苦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长时间的等待会让顾客失去耐心 经常会发生 烤羊师傅这边羊已经烤了一半了 顾客那边等不及要退掉的情况 造成无必要的浪费 主要的都是这个时间被保障这是最关键的一条 他如果能把这个时间问题再给解决就更好 对 他主要把时间上他解决了 这就是对我们这个烤羊的师傅们 那是一大快事 好嘞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 这位发明人的改进也并不复杂 在这里我们请张老师结合一下道具 演示一下他的工作原理好不好 好的 这个烤全羊机它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用电力来代替了人工 那么这边我做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小道具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通过程序来控制烤全羊的架子 他正转一定的次数 反转一定的次数 并且在暂停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可以实现一个正反转 再一个他可以实现速度的调节 尤其是他能够在烤新羊的时候 因为羊肉刚开始烤的时候 希望能够烤制的时间长一些 然后这个时候速度稍微慢一些 然后之后如果烤熟了 这时候就为了防止他烤糊 所以稍微快一些 所以这样通过电力的方式要比人工 一个是省人力 再一个他能够烤的味道更加鲜美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可能要问了 烤全羊一等就得等上两三个小时 能不能时间再短一点 那就更好了 这样我们来看看 在节省时间的问题上 我们的发明还有没有改进的办法 接着去了解 烤羊师傅的建议 同样说到了刘文山的心理 研发出一台省时省力的烤羊机 以此来减轻烤羊师傅 繁重的劳动 一直是他的心愿 怎样解决烤全羊 烧烤时间的问题 刘文山又开始了不断的思考 这一次他全身心投入到 新一代烤羊机的研发当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 第二代全自动烤羊机出现了 新研发的第二代烤羊机 对 我看这外观变化挺大的 这怎么还有个盖呢 这干嘛呢 这是我的巧妙的地方 我先看看 现在加盖子的烤羊机 大大的缩转了时间 解决了我们师傅 原先说的烤羊时间长的问题 我是受到门烤羊技术的启发 然后现在是连门带烤 连门带烤 他现在就是能缩短到40分钟左右 就烤熟一只羊 从前来的30小时 能缩短到现在的40分钟 对 光靠这个盖子就烤 以往传统的烤羊装置 包括第一代烤全羊机在内 都是敞开式的 这样使得很多的热量都散发到空中 而一旦加上盖子之后 热量得到了充分利用 使得烤羊的时间也能够大大缩短 这个改进步后的新的烤羊机 最后的效果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请来了之前 给第一代机器提出意见的刘师傅 让他来给评判一下 老刘 你看你这个二代机是研发出来的 对 你看我们又找来给你一代机提意见的刘师傅 让他来看看你这个二代机到底能不能成 没问题 刘师傅 为了验证第二代烤羊机的烤羊时间 是不是真的有刘文山说的那么快 我们准备进行一个测试 给刘文山的第二代烤羊机进行计时 不管结果如何 40分钟准时打开盖子 看看最后烤羊机的烤烤出来的效果 到底如何 刘啊你看 我今天不光是为了验证你这个 我们还专门用了一个这个来测试 看看到底是多长时间 没问题 那行 咱把这个装上 咱就开始吧 好好好 OK 现在已经装好了 那咱就及时开始 行 哎好 那我就启动了 好嘞 计时开始 刘文山可是夸下海口 要40分钟烤熟以至烤全羊 到底它能不能成功呢 我们拭目以待 随着时间慢慢流逝 通过观察孔 我们看到羊肉还很新 并且没有明显变化的迹象 这可已经都过去了十几分钟了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这次稍微好了一点 有一些部位已经开始泛黄了 而此时的时间已经过半了 可是羊肉烧烤出来的样子 却不像是已经熟了一半的样子 尽管大家对40分钟能烤熟以至烤全羊都很是怀疑 但是刘文山似乎对自己的机器很有信心 他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现在谁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之前约定好了的时间 马上就要到了 这马上到40分钟了 您不说40分钟肯定能熟吗 肯定能熟 那我这可卸盖了 可以 把盖掀开之后羊熟不了怎么办 没有你肯定熟 面子可就太大了 不会的不会的 那咱先看 好好好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看啊 嘿 太棒了 哎呀 太好 40分钟的时间过去了 外表上看起来还算不错 外皮焦黄 但是到底熟没熟 用这种加了盖子的烤羊鸡 烤出来的羊肉的品质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要让顾客们尝一下 来 尝尝啊 老刘 这就是你们自己烤的这个羊肉 那个我们先请刘师傅 来 您先尝一下 找个好点的劲 机器烤出来的羊肉味道如何呢 我们先让刘师傅来品评一下 刘师傅在品尝过程中频频摇头 这是为什么呢 刘师傅 您感觉口感怎么样 就是烟尘没有点大 烟尘有点大 您这个常年老师 我口感肯定焦啊 我们请大伙大伙来尝一尝 来 好好好 让大伙可以喝一下 大伙吃一吃 大伙 大伙 顾客们在品尝时 也都一点严肃 并没有吃到美味佳肴的那种喜悦感 这是怎么回事呢 看到这种情形 刘文山心里也有些着急了 刘文山心里也有些着急了 他这种烤出来的东西可能要比这个咱们以前那种就是刘师傅那种传统的要嫩一些肉质 但是确定就是有点烟尘味啊 经过顾客们的尝试 第二代的烤全羊鸡 烧烤出来的羊肉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 大家一致认为 用机器烤出来的羊肉腌尘味有些过重 原来因为第二代烤羊鸡不再是敞开式的 这就使很多炭火的味道 还有烧烤出的羊肉的一些杂味 没有办法挥发出去 再次进入羊肉的内部 这些味道把羊肉本身的鲜味抵消了一部分 就使得最后烤出来的羊肉的品质出现了缺陷 好 我们看到以前需要等待两到三个小时 才能吃到的烤全羊 现在我们只用等待40分钟就可以了 而改进的这个办法也很简单 发明只是在上面加了一个盖子 给它盖住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原理呢 要请张老师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第二代比第一代先进之初 还真就是这个盖子 不过这个盖子的这个原理 大家应该还比较清楚 就是因为它把热量保持住了 所以我们以前的这种烤法呢 它是一种散开的 就是说热量呢 都大量的流失了 而现在加了一个盖子 把它密封起来 或者不叫密封就封装起来 那么它的热量呢 可以在里面持久的保持住 这样烤制时间就大得了 机器尽管能够减轻人力 节省时间 但是最后烧烤出来的效果 却并没有得到顾客的认可 这可愁坏了刘文山 对于食物来说 品质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问题让它挠破头皮 就在这时 它还遇到了其他方面的阻力 这个年龄多少了 身体又不好 我就希望它 你就够吃够喝 就骂别干了 就OK了 但我看它好像 没有放弃的 它不定 它就是兴趣爱好 那么从我们朋友这个角度上 也感觉着 它这种做法呢 恐怕也不太契合实际 尽管家人跟朋友都不支持 不理解 但是刘文山还是义无反顾地 投入到第三代烤羊鸡的研发当中 他认为 做就要把事情做好 不能半途而废 如何解决烤羊鸡箱体内的烟尘 影响肉质的问题 这可着实困扰了刘文山 很长时间 最后他想到 能不能增加一个空气净化装置 在解决了烟尘 影响肉质的问题的同时 还做到了无烟环保 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 有了这个想法 刘文山不断地 跟驾工车间的师傅们讨论 同时 自己也不断地 看书了解相关知识 不仅在保证羊肉的品质上 刘文山下了心思 在提高机械效率方面 刘文山也没有放弃改进 他选择在第二代烤羊鸡的基础上 把整个烤羊鸡框架加大 把一台机器烤一只羊 改成一台机器 同时烤两只羊 经过刘文山长达半年的思考 研发 具有无烟环保高效的 新一代的烤羊鸡 终于被他研发了出来 老刘 你新研发的第三代烤羊鸡 对 外观是变化挺大的 个儿变大了 对 有什么改进 你跟我们说一下 有改进 我给你打开来看看 看了吗 一只变两只了 这就是在二代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倍 这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什么呢 一只的 它受热的问题 那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你要变成两只之后 它每只羊的受热 它就不一样了 它就不均了 我就加了一个隔热板 这个隔热板 这个有了隔热板呢 它每只羊就受热很均匀 隔热板的出现 让同时烤两只羊 甚至更多的羊成为可能 大大提高了烤羊鸡的工作效率 但是刘文山一直琢磨着的 那个空气净化装置呢 在跟刘文山交谈时 记者发现 相比于第二代烤羊鸡 第三代烤羊鸡的边缘位置 多了很多小孔 这些小孔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你看看我这小孔是干什么的吗 对啊 我也发现了 这是二代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 对对对 现在就多了一些这个小孔 我给你讲一下啊 刚才那小孔跟这小管 还有这个一些 它属于一套系统 它是一套无烟环保净化系统 刚才那小孔呢 是把箱体里面的烟尘吸收 通过这管吸收过来 跑到上盖里面的烟尘 通过这小管吸收进来 然后汇总到我们这个箱子里 经过特殊的一些处理方法 净化出来 这一点是我这个第三代烤羊鸡的一个亮点 新一代烤全羊鸡 在第二代的基础上增加了隔热板 这样就使得一台机器 烤两只羊 甚至更多的羊变得可能 同时 新一代烤羊鸡还加装了空气净化装置 把箱体里的烧烤出来意味 以及对于环境有害的气体抽出来 再经过净化装置的净化 最后排到大气中 既做到了无烟环保 还解决了羊肉品质的问题 就在记者跟刘文山了解第三代烤羊鸡性能的时候 在周围餐厅等待吃饭的顾客 看到这么一个坏家伙都纷纷围了上来 听说他还能烤羊 大伙都还挺感兴趣的 看到大家对于自己研发的烤羊鸡很有兴趣 刘文山自己也很兴奋 他提出要跟传统人工来一次现场大主拼 在大家面前做一个展示 看看在时间上 尤其是在最后烧烤出来的品质上 新改进的烤羊鸡能不能够赢过传统人工的烤全羊 人工队这边是由刘师傅来操作烤羊架 机器队这边则是由刘文山来操作自己的烤羊鸡 到底哪一方能够获得顾客的认可呢 老刘 我们今天给你弄了一个机器跟人工的大比拼 你看我们让刘师傅在这弄他们传统的口感 让你用你三代机的口感 我们来个比拼看看哪个效率高 不仅效率高 最后的味道还要受到顾客的欢迎 喜欢 刘师傅 我看您今天这是要跟老刘 他这个机器要做一个这个大比拼啊 有信心吗您 有信心 是不是吧 那行 咱们开始吧 开始吧 开始 开始烤羊吧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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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记者一声开始 刘文山跟刘师傅都开始各自忙碌起来 刘师傅这边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优势 率先开始了烤烤 刘师傅 我看您这已经开始了是吗 是 现在开始了 你看那个老刘这个他还没弄好呢 看羊都还没上来呢 您这都开始抓也算是领先他一点了 有信心可以烤好了 可以烤好了是吧 可以 可以烤好了 而烤羊鸡这边经过一番的忙碌 羊肉总算也放到了烤羊鸡上 烤羊鸡开始工作 但是这时 烤羊鸡可已经落后人工队那边 好长时间了 老刘 我看你这样也开始了是吗 开始了 我看刘师傅那个可比你这个体现好长时间 对对对对 你看那你这个比刘师傅的反正方时间 没准人能赶上你呢 不可能不可能 你一会试试看 一会试试看 看效果 对对对 看效果 看到烤羊鸡要跟人工队来一次大比拼 在一旁的围观群众都来了兴趣 焦头接耳的议论着 我看您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 我们就是来玩的 您以前考过考虚鸡吗 没没有 没考过 您知道这个怎么用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看您刚才转的还挺熟练的 我刚才看那转的转半天了 是吧 就匀速的呗 对吧 你不能一锅子一锅子 您看它这个传统的跟技技的比 您就在哪里好一点 它不平平平平 这个快 但是它这个肉是心理 它就说就是 它这时间长 就能处味好 对吧 好饶啊 我是这么觉得 我意思 真有意思 您对他们这个机器烤羊 您感觉有信心吗 当然有信心 但是没准这个口感 可能跟传统烤的还不一样呢 我是有点欢迎 有点欢迎 对对 卡拉达家对于烤羊鸡 烧烤出来的羊肉的品质 还是有很大的担心 这一点也正是刘温山 最在乎的 上一代烤羊鸡烤出来的羊肉 在味道上没有得到顾客的认可 这一直是刘温山心里的一款心病 这次 结果研发出来的烤羊鸡 能否一雪前止呢 就在记者采访围观的群众的时候 烤羊鸡上的羊肉已经开始变得焦黄 而人工队这边外表看起来还很白 没有变化的迹象 给大家展示了一会儿后 刘温山还是不敢一直让羊肉暴露在露天烧烤 这样机器的功效就无法发挥出来了 他赶紧把上盖盖好 让烤羊鸡进入正常的工作模式 开始烧烤 就在这时 刘温山的烤羊鸡周围突然烟雾弥漫 比第二代烤羊鸡运行时情况还糟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老刘我看你干嘛呢 怎么回事啊 这个有点小麻病 什么回事啊 我看一下 这个风机的事 这个净化装置 脱点小毛 对对对 不转了是吗 我看到现在这个烟好大呢 我说怎么 对对对 现在正在修理了是吗 对对对 有办法了吗 现在有办法 有办法 而这时候 看到机器那边出现了机械故障 有时不觉的 自己赶超烤羊鸡的时机到来了 他开始把炭火的温度 尽可能的调大一些 希望借机器出故障的这段时间 一举超过烤羊鸡 果然我们看到 刘师傅的烤全羊也开始变得焦黄 看来这次 没准还真能比过烤羊鸡呢 刘师傅 您可要加把劲啊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修理 刘文山的烤羊鸡修好了 空气净化装置 开始发挥功效 确实 第三代烤羊鸡 在烧烤过程当中的烟 少了很多 而且通过观察孔 我们看到 烤羊鸡里面的烤羊 似乎已经熟了 老刘 我看你这个修好了是吗 修好了 你看没有烟了 都从那排出来了 这个通风状是刚才修好了 刚才出了点小毛病 我看现在这个粘区里上来烧 什么满手烟的都从那边排出来了 但是我看你车这么一会儿 刘师傅那个都烤焦黄了 你看 谈柴子早着呢 没有啊 你别广看外表 它里头肉不熟 你这个呢 我这个早就熟了 看一看 先看看 看看 多棒啊 哦 看看 对吧 哦 看着你这个 都不一样吗 这个的 比它那个颜色是深一点 不是 肉已经熟了 肉已经熟了 我们拿快点 再一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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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你看 来 你看 都很烂了 你看 你看 看看 很烂了 哦 看看 哦 已经熟透了 哦 哦 哦 刚才那个供上没赢 没怎么赢下来 没赢下 小毛病 小毛病 吃好了就没事了 我们看一下刘师傅 刘师傅呢 刘师傅呢 还得好长时间 还得好长时间 对对对对 刘师傅您看它这个可熟了 我们刚才拿筷子测了测 人家都熟透了 哎呀 真是快啊 您这 太快啊 这也就是连一半还不到呢 但是我看您那个 赖瓶什么这不也都熟透了吗 这个肉本身肉里边没熟 咱们测一下你这个 看现在怎么样 行 你看这个扎不动了 你看这个 这个里边 主要是检查的时候 是检查这地方 哦 我不倒的地方 你看 它不透 哦 它不是 你看你看 你看 这还有水呢 带使劲 通过测试 我们看到 尽管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在修理机器 但是 烤洋机最后结果 还是要比刘师傅的人工烧烤 快了一些 尽管这样 但是在烧烤出来的质量上 刘师傅 还是很有信心的 一提到要对比羊肉的品质 刘文山有些心里没底 第二代烤洋机烤出来的羊肉 可是没有到大家的认可 这一次烤洋机烤出来的羊肉 能否打动顾客呢 老刘 这就是你烤的这个羊肉 对对对 那个是我们刘师傅烤的 对对对 你看啊 今天为了对比你们这两个肉的品类 我们有一个小测验 你看我找了两个这样的盘子过来 这个是红色的 这个是有鲜花的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您的放到这个红色的里边 就机器烤的我们放到这个红色的盘子里边 然后人工刘师傅烤的呢 我们放到这个小花边里边 我们不跟时刻说 让他们尝 看看就是到底效果 味道能不能达到顾客的满意呢 可以可以 您觉得您这个受顾客的满意程度 要比他那个机器的肯定长很多吧 味道上现在让顾客来评判吧 行 那咱们分别找这个小师傅 帮咱们分别骗一点 各个部位都骗一点 放到这两个盘里边 好 然后咱们端出去让顾客来评判一下 好好好 行吗 没有 你开始吧 你开始 我们把机器烤的羊肉放到红边的盘子里面 这个机器对的弄完了 把人工对的这个我们也我们也骗点放到这个盘里边 把刘师傅人工烤的羊肉放到了花边的盘子里 在不告诉顾客的前提下 让顾客们来选择一下 看看到底哪一盘能够得到顾客的认可呢 咱们现在已经分好了 那我们拿出去让大伙儿品尝一下 好好好 来 记者与刘文山刘师傅一起 把刚才处理好的两盘烤全羊端到了餐厅的大堂 让正在那里就餐的顾客们品尝一下 看看顾客们更喜欢哪一种方式烤出来的烤全羊 现在这有两盘烤全羊 但是哪一盘肉人的烤的呢 不能跟您说呢 大伙儿先尝一尝 看看味道啊各方面 大家来猜一猜 来 看看哪个好吃 一听到要品尝烤全羊 顾客们都来了精神 你一口我一口的吃了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品尝 想必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判断 我刚才看您吃的挺香啊 您两盘都吃了吗 多口多口 都吃了 这两个您觉得哪个好吃一点呢 我觉得最好的 您觉得这个红色的好吃一点 对对对 最好的 来 您猜 您先说一下哪个好吃吧 这个口味比这个要好一些 红色的这个 比您的花的那个好一点 对对对 那您觉得哪个是机器 哪个是人的呢 机器 应该是 这是人的 这是机器的 这个人的 你跟他们的意见不一样 正好相反 这是机器烤的 外交里面 行那我跟大家公布答案 好不好 好 这个呢 是机器烤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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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这个呢 是人口的 还要好 像一样一样不一样 但是好吃 还是都觉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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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没了 一叡这一泪一那一泪我便鼓大了 那么把这个cill胺可以 effects 看他老刘 你这个机器烤的还都得到大伙的认可了 比较大兴 县实不错 谢谢 你说咯 您但 Pfто 觉得搞得比较好吃 先推下其 مس 需要改革 使用进步 需要进步 它这个机器看来还不错 不错不错 很有发展权利 这个口味还得到大口认可 我尊重大口的 最后通过大家的品尝 尽管再分别哪个是人工烧烤 哪个是机器烧烤的还略有分歧 但是在口味上 烤羊鸡烤出来的羊肉 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可 刘文山发明的全自动烤羊鸡 通过电力驱动 大大减轻了烤羊师傅的劳动强度 又通过增加上盖 增加空气净化装置等多种方式 达到了既可以大量节省时间 又保证了烧烤出来的肉质鲜美 得到了烤羊师傅以及顾客的一致肯定 刘文山设计的烤羊装置 确实做到了省时省力 但是还不能做到全自动化 需要人工来辅助 如果加上了热量感应的装置 做到全自动化 那就麻烦了 好了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 欢迎您继续关注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还有新浪微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和创意 今天再一次感谢张文曾老师 来到演播室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继续关注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内容 黄蜂暴雨突如其来 洪水猛兽始料未及 它的出现挽救了更多的生命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发明 个头浮大 但却威力无穷 进行收看外发明 水上逃生 黄蜂暴雨突如其来 洪水猛兽始料未及 性命财产危在旦夕 它的出现挽救了更多的生命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发明 个头不大 但却威力无穷 面对千斤压顶 它轻松自如 敬请收看 外发明 水上逃生计 水上逃生计